印度女人何时才能站起来,德黑里公交案,北部邦惨案,一桩桩惨无人道的案件被拍成电影,可现实仍未改变,现在印度分堂版本问世,它将女性处境,种族歧视,煽动人心,法律公信,高效压榨这些敏感话题扒拉个精光,仅用一桩案件就完美串联,印度是真的敢拍,反转,真相,法律,人心,不到最后,你绝想不到谁代表正义。 故事起源于一起骇人听闻的粉饰案,一位名叫沙巴的大学女教授深夜回家遭到凌辱,最后被活活烧死,尽管警方早早封锁现场,疏散人群,可媒体怎么会放过如此劲爆的新闻,这起粉饰案火速以各种标题登上头版头条,然而,就在全民悲愤之际,校方却只过利益,在沙巴的追悼会上疯狂狗叫。 校长把沙巴的死归结与他咎由自取,这番话惹怒了台下所有学生,他们再清楚不过沙巴的为人,善良,聪颖,温柔,这些所有代表美好的词汇,不管哪个用在他的身上都不为过。 学生们怒不可遏,自发抗议游行,试图引起社会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,找到杀害沙巴的凶手,可政客则会容许人们觉醒,将学生视为制造混乱的反国家威胁者,并把派出大批警力进行残酷镇压,想以此封住正义的声音。 然而,人民的情绪一旦被煽动,那么意志将无肩不摧,大批学生在棍棒下血流成河,可他们依旧不让弯曲膝盖低下头颅。 这段来自学生会主席的现场直播,通过网络散播社会,事情很快进一步发酵,各街各地纷纷走上街头,为萨巴发声,眼看事态发展无法控制。 内政部长委派一名副督察,全权调查粉饰案,想以此堵住悠悠众口。 副督察小胡是个单亲爸爸,最是能体会萨巴母亲独自抚养孩子长大,结果通失挚爱的感受。 一接下这个重任,他便以雷霆之势,快速查明事情来龙去脉。 不仅三言两语,就安抚好抗议学生的情绪,还向萨巴母亲担保。 通过调查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,小胡发现当时曾有96辆车路过粉饰地点,但最后从监控下离开的只有94辆。 一辆摩托车和一辆黑色汽车不翼而飞,还不等他调查车主,摩托车司机主动上门交代。 那晚他边骑车边打电话,前面的货车突然一个急杀,他来不及躲闪,摔了个人仰马翻。 等他挣扎起身,就看到旁边荒地上,有四个人从车上搬下一具尸体,随即放火焚烧。 很快,四个嫌疑人身份锁定,他们双杀抢掠,无恶不作,曾犯下十几起恶性事件。 但因几人是为政府消利,所以一直未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。 小胡要求手下秘密逮捕,不要泄露消息,一旦被他们的保护伞知道,肯定功亏已亏。 然而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,媒体广泛报道,民众怒火又一次燃起,要求警方立马对四个杀人犯处以死刑。 小胡虽有心顺从免疫,则上级已经派来代表,有一包皮罪犯。 此外,警察局局长迫以压力,也要求小胡送走罪犯,就此结案。 小胡不愿意,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难道就不能破例一次吗? 在押送过程中,小胡听着罪犯谈笑风声,脑海不断回想起受害者家属的悲痛气球,至此他做了一个决定。 这个容貌骄好的女校兽被四个男人凌辱后活活烧死,因为他们身后有大佬撑腰,被抓后仍有恃无恐。 眼看四人即将无罪释放,负责该案的督查小胡在正义驱使下,私自枪决四名罪犯。 事情发生后,所有民众都将他视为民族英雄,但国家人权委员会却公然起诉他,认为他使用权力不当,草菅人命。 审判当天,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必胜的官司,小胡一定会被无罪释放。 然而,等到对立的颇角律师发言,公正的天平逐渐偏移,而他们的意志也在被一点点瓦解。 在焚尸案登上头版头条的当天,还有一名女性被杀,尸体被抛虎中。 可为什么,焚尸案就能被大众关注,而这起案件却无人问津? 报道也只放在不显眼的报纸一语,并且尸检报告在案发两天后才公布。 可媒体却在前一天就登报表示,受害者生前受到侵犯,难不成他们还能未卜先知? 一个接着一个的质问,打得辩方律师猝不及防,哑口无言。 接着,颇角律师请上辩方证人。 我们的女性被杀,而在10月10日,为什么你被杀了? 你为什么说这些?我像别人被杀了,因为她被杀了。 颇角律师嘲讽一笑,这个国家每15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强奸案,难不成他一天要震惊96次吗? 所以,她为什么只震惊萨巴案? 就算这起案件是头版头条,可为什么会在还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? 媒体就以先凌辱后焚尸这样的标题登报。 就连验尸报告也只是写,有被强奸的可能,没有人看到萨巴被欺辱,那只是媒体的一面之词。 随后,震角律师请唯一目击者上台,询问对方是不是在现场只看到四个嫌疑人? 男人表示肯定,可根据调查,这四个人根本不会开车,就连摩托车都不会,也就是说,他们想要带着尸体来到野外焚毁,肯定有第五个人充当司机。 此话一出,在场众人无不震惊,案件也就是此刻迎来了惊天大反转,一个看似与本案无关的证人出现,讲述了一件与萨巴死亡真相有关的事。 他的女儿是萨巴索在大学研究生,原本七年前就该毕业,考他的导师为盗取他的学术成果,以各种理由不批准他的毕业申请。 种族歧视,高校黑幕,全都压在了女孩身上,他武力承受,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,最终在一个午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然而,校领导却大事化小,小事化料,即便女孩父亲多方求助,他们也无动于衷,无良导师扔得重用,继续压榨着其他学生。 走投五路下,父亲找到了萨巴,却不成想这一举动,彻底害死了他。 女人正在路边等车,无聊下一秒。 赵氏司机不是别人,这是白天刚跟他起冲突的同事,男人手下的研究生被压榨七年,学术成果全被其盗用,最终抑郁自杀。 女孩父亲求助无门,恰逢萨巴路过,萨巴把这些学生视为朋友,东方调查后,找到女孩自杀原因。 她向校方反映情况,想就此结束这邪恶的压榨,但上级却充耳不闻。 为他们而言,前途权力远比学生性命重要得多,而无良导师为保前途决定除掉萨巴,于是车祸发生。 可又是谁焚烧了萨巴尸体?原来,内政部长此时刚好陷入贿赂风波,为在首席部长的竞选中拔得头筹,他急需其他新闻来转移民众视线。 萨巴的尸体变成了他们的工具,而提出焚尸,伪造萨巴遭人凌辱的人,正是此刻被民众奉为民族英雄的副都察小胡。 他找来这四个嫌疑人,演了一场焚尸大戏后,故意等到舆论发酵,民众暴动才隆重登场,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。 至此,事情终于真相大白,可破角律师又是从何处得知这一切的呢? 原来就在几天前,小胡的儿子突遭车祸,一问才知道,这竟是内政部长的手笔。 为了再度掀起一波舆论风潮,他决定将小胡塑造成一个现实级的悲情英雄,这样更能点燃民众的情感。 这就是政治。 为了赢,这些高高在上的政客,可以草菅忍命,玩任何肮脏的手段。 小胡幡然醒悟,自己与政客而言,不过也是玩弄鼓掌的棋子。 内政部长能为了掩盖真相,要求他杀掉四个替罪羊,那他又如何敢相信,自己不会成为下一块垫脚石? 于是,他开始收集案件证据,将真相告诉了颇甲律师。 颇甲律师和内政部长本就不共待天之仇,能当众揭露其罪恶嘴脸,他求之不得。 最后,无良导师被捕入狱,小胡也主动自首,可内政部长却丝毫不受影响,如约参加首席部长竞选。 荒谈过后,政客依旧达到了他的目的,而民众在碎片化的信息中获得虚假的正义满足。 倘若善良被邪恶利用,思想被舆论作用,那么真相究竟是怎么样,还会有人在乎吗? 这不宿敌太过真实,普通人怎么都不会想到,自己的日常竟会变成政客博弈的牺牲品。 媒体的存在是报道真相,宣扬正能量,可如果他们成为政客的工具,那么正义与邪恶,我们还能分得清吗?